最近赵丽颖偷偷在视频网站看直播 还点歌要主播演唱花钱谷插曲年轮 结果主播不搭理 急得赵丽颖不断刷屏 唱年轮唱年轮再唱一遍年轮 然而她并不知道直播时的评论会如实显示在微博上 于是就出现一显花蛋跪求点歌的爆笑场景 无力营报事后得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霸道总裁形象烟消云散 委屈的写下 我现在知道了不被翻牌很令人着急 还把自己的评论全部删除 说好的霸道总裁呢 网友纷纷表示赵总人设一帮 而且贡献了2016年底最令人捧腹的明星球士 前方高忙前方高忙 狼人出没请注意 TFBOYS在高铁上玩起狼人杀 小凯一脸兴奋的投入游戏 用90后的秘知自信 把自己定位成一枚自恋的斗 回答起问题来 我有我有我全有 我觉得我是有的 觉得我是有的 一阳千玺则被认证为最兴奋的小狼仔 你看这抽到狼人之后 激动的手舞阻导的样子 一秒钟就被戳穿了 王源则淡定的摊在座位上休息 环境这么吵 依然纹丝不动 简直堪称淡定地 小八哥好生感慨 玩个游戏都能蒙倒一片迷媚阿姨 三小只的杀伤力真是杠杠的 三小只的杀伤力真是杠杠的 三小只的杀伤力真是杠杠的